在阿南入梦境的日子并没有奉酒饷的那般难过 虽然他的一双便宜爹娘并不待见他 但是对苏默叶却是礼遇有加 倍加尊重的 这样一来 连带着他也蹭到了不少好处 比如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赖在莫少的住处蹭吃蹭喝 比如他可以毫不顾忌地随着莫少穿窄月户 再比如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推掉书院名目繁多 尖色难懂的课程 以及那个总是瞧着他万分不顺眼的教书夫子 凤九也曾问过苏默叶 这阿兰若当初在书院时和这夫子相处如何 也是这般艰难吗 当时苏默叶看了他一眼 似笑非笑地道 阿兰若与你大不相同 他因着从小长在手窝里 并无人教导他任何知识术法 因而能够入了这族中的学堂他很是珍惜 言下之意就是阿兰若其实在书院学习很用功 和夫子相处自是不难 凤九心里叛了口气 当初在清秋的书院 自己就上了夫子的黑名单 若不是仗着自己清秋弟姬的身份 估计早就被夫子罚的罪生懵死了 现如今可好 自己虽也顶了各殿下的名头 可此殿下非比殿下 阿兰若这个殿下身份 有和没有实在区别不大 有些时候 还不如没有更自在些 比如眼下 四个夫君为母后清化夫人筹备的生辰典礼的宴会 她就是不得不去的 清化夫人是一才女 秦奇书画样样精通 为了讨得她的欢心 比鸟族上军可是煞费了苦心 早了几个月便派人筹划设计 务必腰瓣的隆重又有特色 方案报了上来 上军左挑右选 终于挑了一个自以为极雅致又排唱的方式 泛舟游和 清风拂面 有的人从心底泛起层层暖意 一座座高大气派的楼船顺序的排列在江面上 楼船高石杖 仿路上的宫殿在船上修了几百间的宫室 装饰的金碧辉煌 除了皇族乘坐的楼船外 各级族中的官员 贵族 也皆都乘坐着几百条的踩船 在后面 就是装载着卫兵和他们随带的武器和账目 这上千条船再和上一字排开 船头船尾连接起来 竟也有百里之长 不可不说是奢华至极 这还不算 为了彰显皇家气派 上京特地命令沿途灌满采旗雨灯笼 一到晚上 岸边灯火通明 古月喧天 即使不设待见 但这样的宴会也断然少不了阿兰若的参与 上京大笔一勾 把他的名字加到了随行人员的名单上 青秋族人向来生活简单 灌不像天族那样适事讲排场 对于这些个宴会之类的俗事也甚少理会 这一次比一鸟族的宴会到真让凤九大开了眼界 折碎花最差没有你前次带的飘香乌龙好喝 我更习惯喝那个 凤九一手执着碧玉盏 一手拿了块菩提膏往嘴里塞 边吃还不忘评价一二 苏莫叶坐到了他对面 依然是白色长袍 这白色与人顺势挑剔 独他穿上别具风雅 因为他是西海二皇子 又是阿兰若的师父 因而在这楼船上也有他的一处公事 闲来无事 凤九便躲在这里与他闲话家常 你若觉得不好吃大可不吃旧事 那前店的宴会开得正欢 上面可不乏美酒加酿 你怎么不去凑个热闹 苏莫叶嘴唇微动 毫不犹豫地便把话给堵了回去 由于日白珍关系匪浅 他对于凤九也变眉当作外人 书画做事丝毫没端什么长辈的架子 倒是有几分品味相交的味道 凤九撇了撇嘴 用袖子抹了抹嘴巴上残留的典型渣子 叹了口气道 可算了吧 那种地方可是不会欢迎我这种人的 能让我跟着来就已经算是上京开天了吧 就算是盘桃欲酒也轮不到我来喝 他如今算是看明白了 这位阿兰若殿下在比翼鸟一族的地位是固定了的 不在最下层 就在最下下层 既然是这样 他也犯不着使劲枉人跟前凑 找那个不自在 苏莫叶看着对面的那张娇俏可人的面庞 明明熟悉至极 却又丝毫感受不到曾经的气息 他们到底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阿兰若虽明面上开朗洒脱 但实际上他还是会有期望 他曾经极其落寞地跟他讲过自己的母亲从他面前经过时的冷淡忽视 他渴望着母爱 他也曾努力地想要接近他的亲人朋友 可是受到的却是欲挨在再而三的白眼 最终他在无奈之下才真正地看开了 而白凤九却截然不同 他是真的不在意 他虽然背着阿兰若的屈窍 但内心却是实实在在的清秋地基 他有着属于自己与生举来的骄傲 对了 有件事你得先帮我一下 凤九突然想起了什么 皱了皱眉头 我听说着最近几日要从天宫来个什么上神上仙的来书院开谈讲课 你得帮我挡一挡 我可没兴趣坐在那傻乎乎的熬时间 他平生最怕听课 别的还好 这真来个上神上仙他怕还真是躲不掉 因而提前先来给苏默叶报备一声 看着他那一脸愁苦的面容 苏默叶眉眉眸挑了挑 嘴角轻轻一扬挡 这个我知道 每六十年九重天宫都必会派人到范英谷讲学授课 当年来的便是广法天尊 若是不出什么意外 这几日怕也是差不多的先驳降临 你若实在不愿去 我到时候替你说上几句便是了 当年天尊授课时 阿安若可是争取了好久才要的一个听讲的席位 可如今凤九却想着怎么躲得远远的 他们 当真是完全不同的 一听苏默叶满口硬撑 凤九的脸上绽开了明艳的笑容 他身子往前凑了凑 压低了声音道 我知道有种方法酿出的酒格外的香 等你帮我躲了这事 我便把那方子交给你 这法子可是连哲言都不曾知道的 话还没说完 便见得门外匆匆闪过一个人影 梦九还没看清楚 这人影究竟只走到他跟前 急急地道 殿下 您赶紧去正殿吧 上君传指 那位九重天来的尊神今日提前道了 让众位殿下皇室宗亲都去正殿外拜接呢 然后回头看了一眼 正漫不经心喝着茶水的苏默叶接着道 还有莫先生也要同去 上君也交代了 若是看到了您 也请您到正殿外候着 说这位在你们天足未分超然 您也需迎上一迎 等那人影噼里啪啦一通话说完后抬起头 凤九才看清楚原来是茶茶 他心里哀叹一声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看着茶茶目光焦急地注视着自己 莫奈何 只能极不情愿地站起了身子 眼睛却一直望着苏默叶 似在等他拿个主意 苏默叶低头想了想 便也站起了身子 他见凤九半天没动地方 直到他在等自己 于是便开口劝慰道 没事 我正好与你同去 这就从天地位崇高的也就那么几位 估摸着不是太上老君 就是领保天尊 最大也不过是原始天尊驾灵 放心 有我在 说完 便当先出了门 凤九一看他底气十足 便也觉得安心不少 所以加快了脚步 跟了上去 凤九与苏默叶赶到船头的正殿外 见正殿的台阶上已经占了黑鸭鸭一片人 为首的艺人正是当代的比翼鸟一族的君主 他身子少后的那名绝代风华的女子便是清化夫人 上君见凤九姗姗来迟 本玉沉了脸说上几句 却又见到苏默叶站在他旁边 教训的话到了嘴边却又掩了回去 只是挥了挥手让他自个找位置站好 凤九四下里敲了敲 便寻了个不大起眼的地方站了 一抬头 刚好见到苏默叶正站在了自己对面的位置 正比着口型轻轻地冲他说了两个字放心 凤九冲他眨眨眼 算是心灵神会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凤九站得有些不耐烦了 他心里暗自诽谤 这位先博的普百得有些呸大了 凤九抬眼瞧了瞧站在最前面的上君 上君态度依然恭敬 没有半点不耐烦的样子 真不愧是以族首领 这气度 难不成真让莫少说中了 来的是原始天尊 凤九心中不听笔雇 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尊神 可惜一只五元的剑 这位天尊地位非凡 若真是他大驾光临 那想必让这上君再等上个十天半月的他也必定是心甘情愿的 只是不知这位天尊是何模样 又是一派怎样的作风 这一琢磨 他心底便开始活动开了 正当他神思先游 满怀侠想时 便听到身边呼啦啦一片一带响动之声 凤九忙收回神思 左右一瞧 好吗 刚才还散乱战力的人群如今齐刷刷的跪倒在了地上 跪得最标准的就要数最前排的上君了 那脑袋都恨不得第一道滴滴下去 凤九一看众人都跪在地上 他也忙比葫芦画瓢的往地上一扶 脑袋却微微抬起 眼神不错的四下张望 如今他心里更加笃定 能让比翼鸟一族如此大礼迎接的 必定是原始天尊清零了 只是不知这位天尊要以何种神资从天而降 凤九心中隐隐有些激动 之呀之呀 扑在船面上的榆木翘板微微晃动 由永而尽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凤九忙住木关桥 只见一位紫衣白发的尊神 沿着殿前的台阶一步一步设及而上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这位尊神停住了脚步 迎风而立 他环顾四周 扫了跪在地上的上京一眼 淡淡地道 可是我来晚了 你们跪着干嘛